你看一下 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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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那個留什麼的停圈喔 前陣子 看同學上次比賽 那麼活潑的樣子 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非常專注的眼神 一刻都不得閒 看郭老師和那個學生 興奮的樣子 可惜可惡 抱得大獎 當然更誇張的是拿獎杯來喝水 不管如何 他們天真的樣子真的讓我覺得 不知道該怎麼講 很欣慰 當然覺得蠻可愛的 VR可以設計任何一個虛擬實境 或者是真實場景等模擬 當然是為了設計新想法 新教育的模式 這樣的教育也能幫助他們進行初次體驗 也相當有趣 其實這樣做VR教育的應用 也可以更快輔助老師 能夠提升學生學習上的速度 我認為不論是科技如何 興起有趣 老師引導教學工具 可能隨著時代改變 讓學習更快 激發更多人產生興趣 產生更多學習上的互動 跟科技互動的時候 他們也比較有反應 在教育上 比較開放的去接受新的科技 也很享受科技帶給他們的驚喜 我相信在現在這樣子大力的推動之下 未來一定可以產生更好的學習能力 也感謝這一次郭力宏老師和視覺傳達這一次的配合 希望學生都能夠得到他們應該有的教學牛市 由於科技的日興樂意 教學以此在改變當中 這一次有大學生利用3D繪圖Unity 來實現虛擬實境教育方式 以上這些就是由我 你們的特派記者Oson 北新國中為你們的報導 掰掰囉 下次見 我們在裡面玩的是挺好的 在外面的店中 在外面的店中 在我們相機中 我把這段傳給教授看 今天有上來體驗的同學助力 我要用100個字的 迴恨